今天是中西人民哲学论坛 今天是我们独立广播的 但有时我们就开这些论坛 用不同的认识 吸引大家的兴趣 这是一个很真正的政治论题 就是吴兴婚姻座谈会 很荣幸请到四位 王韦明先生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留意新闻 他日性倾向条例加校关注组的召集人 我和他都很熟悉 另外就是刘贵彪博士 都不用怎样介绍 如果有一群朋友都介绍 我常常来的都很熟悉 香港人民哲学会的理事长 和中大哲学的嬌人讲师 龙少娟女士 她是性倾向条例加校关注组的食丸 还有潘敬泰律师 就是我们香港人民哲学会的会长 也是契约律师 就是说 讲者的次序就是反方正方 反方正方 我就主持 我就不会发表什么论点 因为公平起见 两个对两个 我们会发出有道性的问题 大家可以容易容易提出 容易提出很多话题 在Facebook有些人想听我的论点 很高兴 这样讲 其实我的论点 打我的名字 上去Facebook 全部都出来了 会后可以谈谈 大家有什么会后 有一礼物送给大家 有一大手指可以给大家 有个感浪送给大家 这是会后 会后的事 好 先讲讲程序 程序全程是两小时分三个环节 台下主角时间 轮流发言 每人15分钟 总共这段是一小时 第二个程序 就是台上回应的时间 相当多的回应 但论点 每人4分钟 一共16分钟 第三个环节 就是台下集体讨论时间 每个人都可以发言 他写了2分钟 但不是很多人 每人可以最多3分钟发言 可以这样 这样就完成 希望大家发言 上次说 和理非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大家有些气氛好些 因为这些都是 我们会上网的 如果大家太过激烈的发言 我怕大家有些上网 流行八世 那不是那么好 真的很好 好了 那我们先请客人 先请王运明先生 和他分享他的观点 好 多谢大家 我今天想和大家说 这个同性婚姻 我认为我们反对 首先我们要知道 要知道 当我和大家沟通的时候 先定义什么是婚姻 我和你说的那些完全不同 譬如有些人说 婚姻只不过是两个人的 互相承诺 还是什么呢 我就不想和大家说 婚姻的定义 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 其实在很多个民族 很多个国家都有 如果你见不同的民族 对于婚姻一定是庆祝的 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见到人结婚 他都有去庆祝平成 婚姻其实也是涉及性的关系 无论是一男一女 甚至是一男 可能有些以前不中国 可能会娶少子 我们先不要说人数 先不要说真意性的部分 先说婚姻 其实是说社会所认情的性关系 即是说有一些性伦理关系 是那个社会是没有人反对的 是完全认同的 见到你便恭喜你 在香港来计 譬如说在不同个国家 有去的婚姻的法例 或者婚姻制度 譬如说在制度里面 在法律里面 都有一些鼓励性的条款 譬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香港 就是有一些税务的优惠 夫妻合并平税是会便宜些 其实它不是差很多 但其实它的意义就是 整个社会觉得这个关系 是值得鼓励 enforcement 另一方面 主流的教育制度 亦都会因为那个婚姻制度 而教育小朋友 你有爸爸和妈妈 或者怎么样 我们见到有些 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 它在它主流的教育里面 不会教育 教育一些同性婚姻 即是同性女的关系的事情 如果在这个定义下 婚姻就是 其实应该是反映 那个社会已经 整个社会所共识 和认同的性关系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了 今天我主要反对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关于 婚姻的基本的本质 就是刚刚讲的一样 所以婚姻的基本观质 其实是反映着 整个社会所认同的一些关系 甚至一些性女性的关系 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 在这个大前提底下的时候 那我就要想想 如果我们当是重新开始 这个社会 那什么应该立入婚姻制度呢 那首先 有些传统的人就说 一立一类关系 那我相信几乎没有人会反对 那有人说 不如一类关系都达入 那以前中国有些人 可以取緝事务 可能有没有人贊成 但现在这个时代 我相信很多人反对 所以在一九十几年 据说这个 就已经被视为违法 那有些人现在就说 不如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 都是一对一的都达入去 但这件事 在目前香港的社会里面 仍然是一个很极大的争议 无论是在宗教 无论在道德 无论甚至在医学的健康上面 甚至不同的心理学 等到很多不同的范畴 都有不同的人去提出的质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一样的物体 一样的关系 大家试一下抽空来想 现在社会要决定 什么可以立入一个婚姻制度 什么婚姻制度 根据他本身的定义 或者本质 就不应该立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 反对同性婚姻 纳入婚姻制度的缘分 第二个原因 就是人权 有些人以为同性婚姻是人权 我先不说这个是不是人权 等你们真的说是人权 我才说 我说同性婚姻 如果立入在婚姻制度里面 是违反人权 为什么呢 人权就不是人人免得的 人权有人权公约 我想大家都知道香港 是有个人权法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香港人权法其实是抄一个人权公约 就叫做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差不多是except copy 当然它写的文笔就是有些不同 因为人权公约是以国家的层面 互相之间的企业 人权法就是说 其实就是政府有一个 我宪制上的责任是履行人权公约 所以就有六人权 人权法里面有两个主要人权 我认为同性婚姻 如果是香港人合法 就会冲击到人权 第一个就是教育自由 教育自由 一般香港人比较陌生 但自从国民教育事件后 就比较多人注意 大家都知道我都比较注意 反洗脑这个问题 教育自由的权利 就不是在于儿童本身 而是在于家长本身 简单来说 那个条文就是说 国家政府是应该尊重一个父母 对于他的子女教育的权利 尤其是在宗教法道上 大约的意思是这样 实际上就是自己说 简单来说 如果有任何制度 有任何权力 有任何权势 是强迫你的子女 如果你是父母的话 强迫你的子女 是接受某一种教育 灌输某一种宗教 道德或意识原体的思想 给他呢 包括可能是共产主义思想 或者是这个 这个 什麽党是进国无私 团建立那些意识呢 而那些父母是不同意的时候 其实那种的权势 就是侵害着这个父母的人 教育制度 在这个情况下 同性婚姻就会做这些 因为同性婚姻合法 是根据很多不同的国家的案例 也根据我刚才说的婚姻的定义 其实是会导致 那个教育制度 是必须将这个 同性婚是正常的这种意识呢 导入去他的科学 甚至是由幼儿园小学 等等的性教育的科学 如果对于一些不认同 同性婚意识的人士 对于美国的父母来说 是会导致那种教育上的洗礼 是侵害的教育 这件事其实在2004年 在美国麻省也发生的 大家将时光倒流 现在我们知道 美国已经和四君一合法 但当时只不过是麻省一个地方 就刚刚和四君一合法 大约是2003年 它合法了之后 很快就有很多人推动 有很多崇尚同性婚姻 就将那些儿童的教材跟过去 就令到它已经说 例如我家女幼儿园 其他表书 如果以前我们读小时候 讀幼儿园或小学一年 我的家有爸爸 那家女幼儿园 就是一些同性女的家庭 当时有些家长反对 在美国麻省 甚至告上法庭 那个法官就判家长败诉 因为学校有权是按照他那个 因为当时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同性婚姻合法 他的故事直接写 简单来说 如果一个地区同性婚姻合法 这个变成一个law 变成一个正常规 常规的一个性能的关系 就是社会所接受的 所以家长就要被逼 儿子一定要接受这些家庭 第二就是良心自由 良心自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 你们都注重中国文化 我对中国文化不太熟 不过大约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做 违背你良心来做一件事 就是说你做一些东西 违反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违背良心 你明明知道你自己都不对 但是你要做 就是违背良心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逼其他人去做一些 违反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侵害良心自由 良心自由是什么意思 人条公约里面也说明 是人人可以用到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人条法都一样 所以如果有任何人 强迫其他人 无论直接为了介绍 强迫其他人做一些 违反他价值观的东西 就是侵害良心自由 你说同性婚姻我结婚关是什么事呢 有纳税 如果你有纳税的时候 政府因为 举个例子 如果同性婚姻之后 有一对同性婚姻跌了分 他有些免税发生 他可能每年省了五千元 这五千元其实就是 纳税人的税盘抽出来保折他们 就是在机会成本的角度 或者纳少了 其实机会成本就是整个社会所有纳税人 简单来说 同性婚姻是会迫使 所有不认同同性戀的纳税人 其实是间接 在补贴别人的同性戀关系 对一个不认同同性戀的人 他补贴别人的同性戀关系 其实他是很不想做的 无论你责不责任同性戀 对一个不责成的人 你都要理解他 如果他被迫补贴他人 他认为很不对的东西 其实是他很不开心的 这种就是侵害他良心自由 政府现在有税务的优惠 例如如果是一些基层家庭申请公屋 现在你知道是要夫妇正式结婚才可以申请 但将来如果同性婚姻可能合法的时候 同志伴女亦都可以申请公屋 大家知道公屋其实补贴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如果这些地方是住一个公屋 其实政府是在补贴很多次 等等等等 或者是医疗福利 比如说公务员的福利 或者你在大公司里面做 我的spouse 如果我是蓝色 我的太太可能看医生都不用钱 但如果你同性婚姻合法 就是同性婚姻其中一个人在某间公司里面做 或者是公务员 他的同性婚姻都得到政府或者大机构的补贴 如果政府的补贴就所有流水人出 如果大机构so heaven是一个上市公司 举个例子 如果是汇丰银行 他可能有10万股东在香港 我买了汇丰股股票 我就无端端拿了我的钱去补贴其他人 这个我在某些论坛里面都讲过 我都是不赞成背风为何做这些事情 其实他们已经做了这个 就算是没有这个同性婚姻 怎样都好呢 其实简单来说 我今天综合两点 第一就是说 反正同性婚姻是按照婚姻的基本意义来说 就是一个社会所共识认同性关系 如果你这件事都不是公司机构 你by definition都不应该达人在那些一席 第二就是教育自由的侵华 和良心自由的侵华 我今天先讲一段 今天讲三维犯 还是四维犯 四维犯就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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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投影婚姻就好些 三维犯 好了 轮到达留贵标 郭晓涵的分享 先回应 先我再讲我自己讲的事情 今天有意思是占不同的一些看法可以交流意见 就说王山的论断 我先回应他第一点 即是有真意性的那些做法 就不应该去改变了 但问题就是 我们视乎那个真意性是什麽 譬如说很多时候平权都是真意性 如果大家留住历史 譬如说黑人平权 女性平权 当时反对领见很多 如果有真意性就不可以改 以后都什么权都不用平 即是有真意性 所以我觉得真意性不能就是 导致我们不平权的一个理由 即是有没有真意性 那样东西合理地 应该改的就改 第一点回应 第二点回应就是 讲宗教自由 教育自由 即是王山就联网一起讲 但在现代社会讲自由 不但人权讲 最重要是有个底线 自由的意思不是说 你讲什麽都可以 要有自由 例如你想想有些宗教 譬如邪教 譬如好母亲你教 他就讲一些言论 就说我们要世界每日 所以在某地方放毒气 整死人 这些自由我们不给 你不是说自由的意思是 你那些宗教 你说什麽都可以 这就不是 自由的意思是 你起码不会侵害别人的自由 或别人的基本的权益 那你才有这种自由 所以如果自由是对人 有一个压迹性 例如就是剥处了人家的基本权利 这些自由我们一般在现代社会不会容忍 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另外讲良心自由 也是 例如假立官 是否我们不逼得你改 好像骗逼就好像不好 但似乎你的假立官合不合理 例如有人有一个纳税党的价值观 实际上有纳税的人就是纳税党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就是凡是犹太人 都是坏人去杀光 我说不行 我现在觉得你这样是危害了人 就是纳税党所禁止你我 不让你说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纳税的人可不可以说 你在压迫我 不给我有我的价值观 不行的 因为价值观不能是邪恶的 不合理的 这几点我想主要的回应就是黄税 我讲一讲我只要对同性婚姻的了解 同性婚姻其实很多次是黄税 基本上我一部分跟他讲的都差不多 同性婚姻的定义就是两个人结合一般 就是比较多的形态 结合就是参与制度 就是婚姻制度 所以当中不应该有性别 黄税也讲过 所以他不应该说 责任有力几下才叫婚姻 这个我很同意 说得很好 不过在继续讲婚姻的内涵方面 我想跟黄税有些不同 虽然说刚才讲的一点是相同 就是婚姻的定义 其实没有什么定义 但黄税似乎他又觉得这个不够 还要有些补充 什么补充呢 就是他讲到所谓婚姻的本质 例如这些补充 婚姻本质是什么 就是要是大多数人认同 什么叫大多数人认同 就是他认为是一男一女 就是大多数人认同 如果由这一点我们开始有分歧 就是你所谓的大多数人认同 那是否表示合理的一个访法 认同又可以是时间性 很多时间有大多数人认同 例如大家想想一夫一妻制 是什么时候得到大多数认同 其实整个人历史来讲是少数时候 大多数时候在中国很明显 大多数是一夫多妻制 这是很简单的直指事实 所以在中国就不懂用 大多数时候认可就是一夫一妻制 中国没有这回事 我想很多其他国家都没有这回事 在武汉社会是一妻多夫 怎会大多数时候都会有很多人认同呢 说西方 王先生的意思就是 可能西方 特别我估计 我觉得很多基督徒 王先生知道都是基督徒 他就会想法西方 因为西方基督教 就讲一夫一妻制的传统 但留意西方一夫一妻制 都是近代的事 古希腊的时候没有一夫一妻制 古王马仇都没有一夫一妻制 早期的中世纪都没有一夫一妻制 早期的中世纪都没有一夫一妻制 后还有一段时间混乱才有 这是第一个时间 不是说大多数认同他们 所属受到大多数认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大多数认同的事 不一定是对的 某时候认同我们有某些考虑 例如我知道比较多人考虑 第一是要异性分音 古希腊就是异性分音 不是异性分音 就是觉得没有繁殖 没有生育 可能会遇到人类的延迹 我觉得比较多 就是说一夫一妻制 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理由 以前可能是对的 人口是少 要鼓励多生育 经济才好 但在现代就没有这个情况 所以大多数认同的事 可以是不合理 可以是不合理 因为时代不同 如果是强调到新育 才叫婚姻 不合时 现在很多人觉得 新育和婚姻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反而在落后国家 如果婚姻和生育有关系 导致很多被人有过剩的问题 所以多数认同的事 不一定是对的 以同性的这个 都是 现在多数认同的事 可能是错的 例如我们觉得 对于同性恋者 是一个压迫的时候 又是不对的时候 无论多少人认同都好 我们都要反对 这种压迫的压迫 其实刚才黄山提时间性 其实地方性是一样的 黄山讲的大多数认同 其实地方性是一样的 譬如今日社会大多数认同 一切就是 那个变数很大 现在多了很多国家 是讲同性婚姻的 比较多的国家 这是以前没有的 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些问题出现 所以要改变 所以最重要是看问题是合不合理 就不是说改变了某个时候 大多数认同 这个我们要留意一下 大多数认同 时间性和地方认同 因为有些社会都还是 不行一骨一切制 这个就要留意 这个不行一骨一切制 不是一个落后国家 可能有人觉得已是落后 但是最先进国家 反而不行一骨一切制 最先进的那些 例如美国欧洲那些 很多的先进国家 都是在行非一骨一切制 因为容许同性婚姻 所以要留意一下 时间地点地方都是这样 这个可以说 对于本质主义的一种 反对同性婚姻的一个回应 就是觉得有一个本质 本质是要跟着这样 但是本质是自实 跟那个价值没关系 最重要是怎么证成本质是合理的呢 如果没有充分 我觉得这个本质论 我就是不成立的 要这种合理的好的婚姻 或者真正的婚姻 这个就是在定义那方面 就是说同性婚姻的定义的时候 同时我就是要讲清楚 就是所谓同性婚姻的本质论 是有一些比较有问题的地方 接着我会讲关于中西智学 宗教如何看同性婚姻 因为我和判律师做了分工 我们的观点比较近 我们不得分 我只要讲智学和宗教 判律师会讲法律 正乎智学方面 所以我集中讲智学和宗教 为什么要讲智学呢 因为婚姻是一种制度 所有制度其实建立基材在哪里呢 一定是要讲道理的 不能制度不合理 我们容许它存在 制度不能成立它就是了 没有这回事 不断有改的 而改的理由最重要是合不合理 这就要涉及到智学 有人可能想不知智学 宗教也是 因为讲价值 不是智学加关心 宗教加关心 对的 大多数大宗教都会讨论价值问题 但要留意一点 智学和宗教有一个差别 就是智学是以理性为主的 宗教相对而言 不是说它不讲理性 就是相对而言 是多些讲信仰 这要留意一点 就是讲智学和宗教 作为制度的基础 是要讲理性 不能够讲信仰 因为我知道很多反共的人士 是以信仰为基础 因为经书讲 就是说潘律师 可以普通的东西 有熟悉的就是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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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要理性 是吧 即是一家僧二是对的 是吧 一家僧三是错的 一家僧三是合理理性 即是有理性 也会这样看 但一家僧三是不合理性的 是错的 合理性有普遍性 普遍性的意思是 所有人都认同接受的 这叫做有普遍性 但刚才说信仰 宣管经书讲 讲什麽 这种说对 我知道有很多 教徒反对同意婚姻 经书是反对同性戀 但有个问题就是 这种反对不是一种理由 理由是有普遍性 但如果经书是信那种教的人 才明白才接受 这就是信仰 信仰不可以作为任何制度 合理基础 信仰要视乎你信那种教 譬如不信那种教 我们不会听经书怎样说 譬如举例 或推广些不只是价值问题 譬如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 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 或是有一个长生不死的神师 或是一个法徒普遍的佛学 这是信仰 为什麽因为不同宗教的人 你会拜不同的讲法 教教当然是说上帝存在 佛教当然是说神仙存在 佛教当然是说佛存在 佛是知法无边那种 不是一般道德修养那种 如果这样怎样说对呢 你是没有一个 刚才说理性的标准 比较加仁仪 你有理性的时候判断是对的 这就叫理性 但信那个教才说对 这就叫信仰 我们不能够将信仰 讲成是制度基础 如果这样讲的时候 就好不得争斗 因为没有一个普通标准 你信仰教我信仰教 结果就被打了 我们看到现在不少的战争 就是因为宗教信仰不同 他坚持的是真理就是异端 是对的 是对的 是错的 这就出现很多纷争的问题 因为不是讲理性 是讲信仰 所以我们讲的理由 都是哲学的理由 从哲学的理由去讲 那种基础均因 我觉得是大宗教大哲学 都应该赞同同义均因 大宗教大哲学都赞同同义均因 譬如大宗教大哲学 我自己个人比较熟悉的 就是余家、道家、佛教和基督教 基督教我讲基督宗教 我觉得怎样有些人很诧异 刚才讲某部经书讲的 很多人都讲基督宗教 但其实经书怎样讲 和那个有没有道理 如果用刚才明白信仰和理性的分别 是两回事 因为一些色基的人 如果是比较讲理性 他会觉得可能有时代性 就像刚才我讲的 可能当时反而同义均 有需要的心力太低 可以这样解释 不一定经常说什麽 美业都对 任何时候都对 我想大家讲宗教要留意 为什么刚才说各大宗教 哲学都是赞同义均因 因为我们现在要有均因 刚才王先生说的很好 我们是希望那些人好人 我们祝福他 我们觉得再讲细致些 对他有一些优惠 有一些福利 有一些保障 借均的制度在这 否则我们不需要叠均 如果是这样 我们需要给一些真理性的理由 我们不能够純粹说某个宗教这样说 如果给理性的理由 我会觉得博大宗教之后 都会赞同同义均因 为什么就是 均因是人生大事 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 你戀爱其实不足 你还需要制度去补障你 所以每个人都会觉得 由戀爱到均因是很重要很基本的 人的需要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假如没有合理的理由 去不公平地对待 不让某些人有结婚的一个权利 或结婚的一个自由 这个做法其实是很不合理的 要看回博大宗教 他为什么说应该赞同义均因 因为他们讲戀爱纷争 最着重是背后爱的精神 爱的精神是有普遍性的 因为譬如基督教讲博爱 余家讲仁爱 佛教讲慈悲 道家讲慈爱 前部都是关心人的 都是不好的 如果你真是关心人 你会知道那人很需要爱情 很需要婚姻 没有了很痛苦的话 你关心他你会给他这件事 以前不给你觉得是不合理的 所以博大宗教 应该是因为这样 是容许同义婚姻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理由 就是一种这样的理性理由 刚才说的理由 不是限制广争宗教 例如说爱 有什么大宗教会反对 说关心人 有什么大宗教会反对 这个觉得是合理的 由关心人 到容许有同义均因 因为我们以心彼心 譬如一般人不是同性戀者 但我们没有同性戀和同婚姻 我觉得是很痛苦的 将心彼心我们希望有这件事 所以应该是给人的 应该是剥处人的 特别是不给合理的理由去剥处 这是我刚才讲的理由 另外讲道德价值那些 除了刚才讲的一些爱的理由之外 也很重要有功利的理由 OK 第一时间足够 我待会再报充 待会再报充 接婚主呢 就做 接生日 合作做结婚 你觉得他有个好处 我可以认识我会认识 好 各位你好 有些人说 同性婚姻是人权 不准同性戀者结婚 不准他们婚姻的福利 就是违反人权 是调侍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看 不合作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生意自由一律平等》 《国际人权法中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他里面呢 有提到 人权法是没有要求 各国呢 是要给同性伴侣结婚的 只是要求 是要给那些未婚的同性伴侣 得到的待遇和福利呢 是和那些未婚的異性伴侣是一样的 意思是 譬如 形容到在香港了 如果在香港 有些異性同居的伴侣 那他们不可以一起报税 不可以一起去申请公屋 那如果同性伴侣都得不到这些福利 其实都不算是歧视的 那有一些人就说 支持同性婚姻 因为婚姻只是关乎 相爱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 和相爱的人结婚 如果这个说法真是对的 那为什么政府不给十六岁以下的人结婚呢 那如果有两个男两个女 那他们又是真心相爱 又是相性戀者 那他们希望组成四个人的家庭 那为什么政府又不给他们结婚呢 那为什么政府又不给有一些 是真心相爱 但有血缘关系的人结婚 例如有一个男人他很爱他的妈妈 他的妖母 他的女儿 他的妖女 他的姊妹 阿妈 阿婆 姨妈 姑姑 爱生女 或者侄女 全部都不可以结婚的 那或者你会说 那怕他们会结合了 就生那些畸形的胎儿也不好 那但是 如果这些人肯做住育手术 或者他已经过了那个 心育的年龄了 那是不是呢 就可以给他们结婚呢 那 那和我刚才说的那些关系 都包括是 养母 和养女 那这些其实是母缘关系的 那为什么他们又不能够结婚呢 虽然大多数人呢都会因为大家相爱而结婚 但是在香港的婚姻法例里面呢 根本没有要求相爱的人才可以结婚的 在母宗教意识的那些婚礼里面呢 婚姻登记杯或者监礼人呢 会提到 婚姻在法律上呢 是一男一女的自愿终身结合 不容他人介入 那跟着 新郎呢就会讲一些细词啦 他说 我请在场各人见证 我某某某某 愿意你某某某 为我合法妻子 新娘的细词呢都差不多 那是将妻子呢 改为丈夫 根本呢 不用提 是否相爱的 即使两个人呢 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基础 那只是呢 他愿意呢 自愿 整世跟对方一切 例如呢 有一些女人 他可能想困了一场 一场招 那他愿意嫁给一个男人 那经过宣誓呢 那他们呢 可以合法成为夫妻 美国虽然已经通过了同性婚姻 但是呢 两个成年 而呢 是 是母女的关系的人呢 他们都不可以结婚了 那他们其实 结婚都不会生个K胎啦 那为何是这个 已经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 又不让他们结婚呢 最近一个案例呢 就是有一个 自小和母亲分开了的 26岁的女人 那他 那他 就是 没多久之前呢 就是和母亲是 重逢了 还相爱 还结婚了 那头头结婚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后来有人知道的时候呢 那被告上法庭 那最后就判了 那法官呢 就判这个女儿 坐十年牢 而妈妈呢 就迟些会受审 那以上的例子都显示呢 婚姻制度 其实不是看 大家是否相爱的 也都不是单单看 有没有绝联关系的 是其实是有其他 道德伦理的考虑 那这裏呢 就有一幅的图画 这幅图画呢 前面就是有一个男人 推着他的妈妈坐轮椅的 那后面呢 就有一个景在牆上 是替他妈妈呢 就抱起了这个乳衣 那其实呢 就是说 一个妈妈 就是抽大个儿子 然后儿子就老了 等到妈妈老了的时候 又照顾他了 那上面呢 就写着了 小时候 妈妈康护着 我们成长 长大后 我们陪换着 妈妈老匪 究竟呢 这个理想的家庭的情景 怎会出现呢 就是 小孩子他可以得到 妈妈 从他一出生的时候 就照顾他 那照他大的时候 妈妈老的时候 那儿子又可以照顾他妈妈 那这个妈妈 也可以用爸爸来代替 那 社会可不可以 鼓励这种情况出现呢 其实是可以的 它是可以透过一男一女的婚姻制造 就是 男女可以在一起 可以 可以 生育儿女 和 照顾儿女 那些儿女 将来都可以照顾他 政府 政府设立 婚姻制度 不是为了 建筑两个人的伤害 而是为了公共利益 因为社会要持续发展 一定以不断有新的孩子出现 来取代那些死了的人 而男女之间的性关系 是制造这些孩子最有效的方法 这些孩子是需要爸爸妈妈 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来照顾 才能够成为有生产力的成年人 婚姻制度是社会制造出来的制度 是使父母可以一起去照顾孩子 在人类的历史 不同的国家都先后 设立了男女结合的婚姻制度 在几十年来的社会研究 都确认了养育儿子最好的环境 就是见了婚的亲生父母 照顾他们的下一代 有一本书是叫做 《婚姻的社会间歷》 里面有很多社会学研究 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健康的婚姻关系 对男女双方 对子女 以及整个社会 都是有重要的公共利益 完整有血缘关系 以及已婚的家庭 是家庭生活的最高标准 小孩子在这个家庭模式下长大 无论在经济社交和心理方面 多数都有出色的表现 小孩子在社会里面 是弱势的困体 他们无法治权 时时都是被正年人操控 保护儿童就是政府应该尽的责任 当儿童的权益 和大人的权益有冲突的时候 政府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保护儿童的权益 现在的婚姻制度 就是最能够保护儿童的社会制度 如果我们看看联合国所出的宣言和公约 我们都会看到同性婚姻是没有办法保护儿童的权利的 在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里面 有第六个原则 他提到 儿童应尽可能在父母照料和负责下成长 幽怜的儿童 除非情况特殊 不应该和母亲分离 在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 第三条这样说 任何关于小孩子的事 应该以小孩子最大的利益为首要考虑 第七条这样说 儿童出生之后应该尽可能知道 谁是他的父母 并且受到父母的照料 第九条和第十八条是这样说 父母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 会有共同责任 除非违反儿童的最大利益 儿童是有权和父母同住 如果要和父母分离 儿童是有权和父母保持问题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在2013年父亲戚的时候这样说 他说此时我爸爸就不在我身边 我两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们 但是我很幸运 我和妹妹都有 妈妈、阿爷、阿嬷照顾 他们都很关怀我们 将我们养胆 虽然如此 我仍然觉得缺少于父爱 我时时想 如果爸爸一直在我身边 我人生就会很不同 在2013年有一个女孩 是美国人 她叫Grace Evans 她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众议院的同性婚姻政政会上 反对同性婚姻 她说 虽然我只有11岁 也知道人人都应该有 爸爸和妈妈 如果你来改变法律 你两个爸爸或者两个妈妈 可以结婚的话 就等于是 从我一样的小孩身上 拿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他跟着说 爸爸和妈妈 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养育他 还有有什么搞到他 和他是很需要 他们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爸爸和妈妈 最后就是问了一班的议员 就好像每一个小孩 都是需要爸爸和妈妈 才可以出生的 我们都不能够改变 每一个小孩 他们都觉得 是需要有一个爸爸和妈妈 因为神创造人就是这样 我知道你们是有些人不同意的 但我想问大家的问题 大家认为我 是不需要妈妈还是爸爸呢 他等了很久 没人回答 他又再次问回这个问题 大家认为我不需要妈妈还是爸爸 都没有一个人回答 他最后就说 希望各位明白 每一个小孩都需要爸爸和妈妈 请不要改变法律 一个十一岁的女孩 都想得通这个问题 但反而很多大人都想得通 他们以为只要有爱心的人 照顾小孩 无论是给他两个爸爸和妈妈都可以 有些人就说 他们之前是同性婚姻的 之前同性婚姻的人 可以领养小孩 或者是用一些日工生育的方法 是让小孩的 他们说 有些研究证明 同性婚姻的家庭 很养出来的小孩 就和那些亲生爸爸妈妈 养出来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其实这些研究 全部都有些让本天生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透过同志组织 去招募一些人去做访问 访问的人不是很多 和没有什么代表性的 多数是访问高博力的白人的女同性婚姻 很少做到男同性婚姻的家庭 相反有不同的研究 都证明同性婚姻是对儿童不利的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做了一个美国家庭结构和儿童健康的研究 他研究了不同的小孩 有些是和两个亲生父母同住的 有些是和一个亲生父母同住 有些是没有和亲生父母同住的 结果发现哪些小孩最坚存的 就是和两个父母同住的小孩 在西方的国家 已经有不少同性戀者 而是和孩子养大了 他们起来反对同性婚姻 澳洲里有一个叫Mimi Fontaine 是女人来的 她是由两个母亲养大的 她爸爸是有个标证的 她就说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 我很渴望有个爸爸 当我上学的时候 我见到其他小孩 他们和爸爸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开始就知道 我笑了一些很重要的女人 譬如她就看到自己的眼睛是绿色 但她两个妈妈都没有绿色的眼睛 她就觉得 当然是从她爸爸来的 她因为和爸爸长期分离 所以她身心受到很大創伤 还有有身份危机 还要看精神多了 直到11岁大的时候 她才有机会见到她爸爸 那时候就是她情绪最稳定的时候 她终于明白自己的身份 是一件事 她是从此而来的 她对同性婚姻和同性抚养 她是这样批评的 她把小孩和她的亲生父母 蓄意分离 是一种虐待儿童的行为 所谓的婚姻型权 其实是对我的冒犯 另外在法国 2013年他们通过同性婚姻 通过之后好多久 就有一百万人上街 要捍卫一男一女的婚姻 台上有一个十七岁的小孩 她是法国的 但是越南裔的孤儿 她从小时开始 被一对同性婚女拧养 她是反对同性婚姻 她就说当大人在讨论恋的时候 焦点都是在两个相爱的大人身上 小孩成为婚姻的背景 小孩想要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是她们自然的渴望 但是从来没有人理会到她们的感受 那她是好多久 好 接下来 我们会长问她一个诗 孔静泰 先讨论我 分了一下 法律的观点 看看这个特性婚姻的物体 是否应该立法 那时候 就有一个比较清晰一点 对她们的背景 刚才王先生的观点 我看到有两样东西 她是反对的 第一 她就说 第一 因为如果是跟她同性的人去结婚 会冒犯了她的教育子女的权利 第二 亦都是冒犯了她们的宗教信仰 因为她有些不同的价值 良心价值 良心 良心的价值 第三 她又说了一些比较务实一点 可能要被逼 要资助一些你不同意 那些人 基本上如果没有了解错误 就是三点 首先 我会就着这个 应不应该被同性的人去结婚 我会从一个法律的观点去提 刚才王先生也很粗略地提过 即是有些公约 实际上 法律的依据 有三个文件 第一个叫做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在这个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是当时英国有参加的 中国现在也有参加 我们香港的法例 亦都是跟随了 这个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下面 要再分成两部分 第一 接触了一个International Covenant 这个Political and Social Rights Civil Rights 第二个 Covvenant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第二个呢 Cov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首先 我们就要明白 这个 两个Covvenant 都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协议 可以说是国际公约 根据这个协议 每个国家 有法律上的责任 会将这个 刚才我所说的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for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和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去实践 而香港为了同性婚姻 而立法 我相信 亦都是为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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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上的责任 所以呢 很多人 就 常常都以为 就是错误地以为 我们香港可以立法的 那 这个 可以说 没有一个更加大 的 那个 那个错误 这个 某个问题 我的根据是什么呢 首先 将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都来说 他说 第七条 article 7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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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被 不应该被 discriminate 不应该有一个 其事 这是第七条 第八条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by the competent national tribunal for acts violating fundamental rights granted to him by constitution or by law 如果有人侵犯他的权利 他是有权 去向这个 这个法院 去要求 去 拿到一些 remedy 一些保识 除此之外 第十二条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 每一个人 即是每一个人 即是每一个人 他有个权利 不会被别人 这个 强硬 即是不合理 arbitrary 即是 随意 那去干扰他的什么呢 一 privacy 他自己个日 喜欢做什么 喜欢做什么 他的privacy 第二 feminist 如果他喜欢组织家庭 他可以组织家庭 没有人有个权利 去阻止他 去干扰他 这些权利 或者 no to attack upon his honor and reputation 又或者 他不应该被别人 用一些语言 或者其他方式 去侮辱他的honor 他的清语 and reputation 他的名语 如果有些人说 喂 那些同性戀 那些 说得逐之是屎不鬼 这些是一些侮辱性的说法 这些法律是制止的 他说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protection of the law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or attacks 每个人有相同的权利 不受这些这样的攻击 另外十八条 就是王先生说的 每个人都有宗教的权利 他说 Everyone has the right 他有思想的自由 Freedom of thought 你喜欢怎么样 想起你的事 Conscience 刚才你讲的那些 那个阳心 And religion 和这个宗教 And to manifest his religion or belief in teaching practice Worship and observance 如果他去实践宗教自由的时候 他可以公言 公开 去教 去实陷 去做那些 Worship 去从大 observance 就是去 合他们宗教 那些徒利 这个他是有one man的权利 除此第十九条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每个人他有自己保留 他自己的意见 和表达 那个意见的权利 Without interference 这样就不应该有其他人去干扰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除此之外还有特别关于我们今天的论题 第十六条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权利 那是男人和女人 of full age Full age 就像刚才说的 十六岁以下的那些 就不能结婚了 就是这样的 那些权利呢 要full age 一定要 versively without any limitation 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 dual to race 这个 种族 nationality 国籍 religion 宗教 have the right to marry and to found a family 他们有一个 去结婚的权利 和组织家庭的权利 they are entitled to equal rights as to marriage 如果他们结婚的话 他们的婚姻 要享受的权利 应该和其他人一样 during marriage 在婚姻里面 也好 and at its dissolution 和当婚姻解除 那时应该有相同 这是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一 第十六条一 他就说 第十六二 marriage shall be entered into only with the free and full consent of the intending spouses 即是有双方同意之下 两个人 打算结婚 intending spouses 想结为夫妻 夫妇 或者是一个union 他也要说 spouses spouses 其实并不是代表 一定是一个是男 一个是女 可以是两个男 两个女 都可以 这个我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自己去查 这个不要紧 你可以不同意 the family is the natural and fundamental group and society is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 by society and state 他也要同意 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根据这个 这个就是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就是他的第十六条 那跟着 就那个 我刚才说 在根据这个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后 就有一个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那么第三条 它就说 Each state party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Undertakes to ensure that any person whose rights and freedoms as herein recognized are violated shall have effective remedy 所有那些提约国 一定呢 就要make sure 要做些事 令到必然会发生 令到那些 如果有人 他的权利呢 被人侵犯 他呢 就要有适当的補助 remit 另外 to ensure that any person claiming such a remedy shall have its rights there to determine by competent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or legislative authorities 那么呢 他呢 亦都有个权利 他们有个责任 去令到他们的权利 得到法庭 那个政府 和呢 那个立法 当局 去保障 那么呢 第三 ensure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enforce justice remity and granted 不但只 是要有这样的机制 令到他能够去拿到 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根据这个人权公约 还要呢 令到有competent authority 去 执行这些东西 令到他那个 权利呢 能够落实 那么呢 香港呢 落法呢 我相信呢 亦都是因为这个第三条件 会履行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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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还有第26条 all persons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每个人呢 在法律面前呢 都是平等的 不论他的性别取向 and untitled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to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如果法律有什么保障呢 他应该得到同样的保障 不只是那些 有伤性 下斑恩 那些才是得到保障的 in this respect the law shall prohibit any discrimination 那么在这方面呢 那个法律呢 应该禁止任何的 discrimination cases and guarantee to all persons 还有呢 要确保所有的人 of equal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一些是 相同 和呢 有效 的保障 against discrimination 令到他不受这个质切 on any ground 用任何的理由 例如 race 其中一个呢 就是sex 因为性别 其他那些 race color language religion 但那些不同 跟今天的论体无关 但特别的 讲明呢 跟sex有关 性别有关 sex不是情绪 而不是sex sex 有两个intermediation sex和gender 那里呢 那里呢 有个distinction 但是我先说到这里 我先说到这里 另外呢 根据二十八条 有个human rights committee 每个政府呢 就要向这个human rights committee 到时到后 submit a report 好 好了 根据这个covenant 香港呢 也都 香港那里呢 也都有把这些什么东西 落实 有个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很少 按照刚才那个论序 OK 我现在开始说 先回应刘先生所说的 其实我想他不会受我的意思 我说婚姻制度的本质不是说 今来所有人类历史和全球的人 有共识才叫婚姻制度 而是说在某个特定时空 某个特定行政国家和城市 例如香港就是香港 中国就是中国 美国就是美国 婚姻制度本质就是 因为婚姻制度其实是一个政治制度里面的其他部分 婚姻制度就是说 譬如香港我们现在要决定 香港是否应该同性婚姻合法的时候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婚姻制度本质就是要视乎 香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是不是整体社会 是不是整体社会都认同某些元素 是纳入婚姻制度 才是我说婚姻制度本质的东西 是说这个时候你不要跟我说三千年前 或者是百五年前 如果是说现在 在某个时刻 其实我并不是好像刘先生所说 我是不喜欢改变的 譬如说婚姻制度 其实在历史上 我刚才都说过一九七几年 有个改变就是说 他废除了个妹仔 废除了藍窃那方面 这是一个好的改变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 就是由于那个 我相信大家同意是一个文明的提升 大家已经觉得 一个男人娶两个老婆是不好的 其实去到某个点 社会已经有共识的时候 那么法律就可以改变 其实法律应该跟整个社会 社会道律观念的改变之后才改变 因为婚姻制度就是反映社会共识 如果你看他支持的改变 这个本质是违反了 我刚才大家都好似同意 我说的婚姻制度的本质 另外我觉得刘先生 不应该不断说 很多人为了宗教而反对 因为我们都不说宗教 其实社会上最反对的任何群体 包括我们性侵应的体调 性侵应的条例加上关注组 甚至是某某社、某某学会等 他们全部都不是在说 因为圣经那么说所谓 没有人这么说 有人这么说 但那些不是主流反对的 所以我想你不要找杜草人 无的放置 不需要这样的 关于言论自由 我会觉得言论自由 可能陆先生也不懂 其实言论自由就是说 当你觉得他不合理 你都要不去说 这样才叫言论自由 要自己合理 要所有人觉得合理才给他说 我觉得不合理 即使有个人说些很不合理的东西 只要他不去杀人 他说他觉得杀人很开心的 他说出来没有去说就够了 只要他符合法例 和他不侵害人基本的人生的安全和生命 那就有去说 关于判律师或教授 所讲关于人权公約里面 其实200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已经很清楚 根据人权公约 同性婚姻并不是公约里面所讲的基建人 因为2002年纽西兰已经有个个案 有人就因为这样告上联合国 到自己国家的政府 说你不准我同性结婚 你是违反了人权公约 就是ICCPR 公民权力及政治权的国际公约 当时是被人权委员会博会 现在这个案例仍然是 即是没有一个新的案例 来不去over復 所以原则上面 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正如刚才龙女士所讲 同性婚姻并不是必须有的基本人 我先回应王先生的记者 刚刚听完 大家记得 再回应王先生的记者 王先生就说 我现在讲的本质 本质是特定香港现在的时空 我觉得是比较有问题的 为什么要特定现在香港的时刻 就不能够改呢 说这个是合理呢 因为如果在一枯多西制香港的时候 有些人说 我现在是要讲 现在特定时空的香港 一枯多西制 不改的 是这样 合不合理呢 不是在特定时空讲的 例如在有奴隶的时代 那些人说 我现在讲特定有奴隶的时代 现在都没有共识 不改的就是这样 这个如果挪辑是对的话 暗外也都不可以改 特定时空是指我国 你不解释那个理由是什么 即是对人没有很大的损害 这个就是特定时空 不可以作为奴隶的本质 同时将它作为合理的基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王先生就说 对于宗教那边 他们很少说 也都是反对同正班的主要 也认为很多是宗教那些 但是你说那个 不是说宗教那个 我觉得是一个验识 这是一个后宗检 你看看很多世界国际反对 和英文反对最重要的 最出力的 走来 刚才说法国上街示威 全部是有基础教宗教背景 台湾没有例外 法国没有例外 香港也没有例外 他们包围立法会那些 全部有 大多数有宗教背景 因为他那个证书 反对 又不知佛教徒走出来 大张旗盔反对 又不知道教徒走出来 大张旗盔反对 所以说和宗教有什么关系 你是掩饰自己是以宗教作为最终理由 去作其他理由 就用来掩饰宗教理由 我觉得大多数 就是很多掩饰宗教理由的宗教 当时说的是没有道理的东西 但不断坚持 你拼它一百次 它还是一百次重复 又重复那些东西 这就用来掩饰宗教理由讲 主要说言论时候就是唯一讲的 言论时候最重要就是有底线 我刚才讲的意思是有没有违反 言论时候有底线 我讲到这里 好了 那我先回来 我想就两位之前 尤其婚姻的讲者的疑问 我发表了一些文件 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们的 市经济调的家合关注组 我们的立场是完全基于人权的 虽然我们会有人 本身是有宗教权权 但我们不会因为宗教权权 我们也不是拿第一件来掩饰 刚才我讲的例子 例如我讲到澳洲有一个女孩 Vinnie Fontena 她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她反对同性婚姻 因为她自己就是受害人 她就是没有了爸爸 婚姻和婚姻不同 根本是密不可分的 不可以说你只是考虑婚姻 你就不想想她们有没有小孩 根本已经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 她们都是给那些人养小孩 所以就是要想一个好的婚姻制度 是可以让小孩有好的环境去成长 另外就是说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就不是等于人人可以用她自己 选择的方式去结婚 我刚才也有一个例子 四个人 如果人平等 我喜欢怎样结婚 就怎样结婚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或者 刚才说的一些近亲 如果她真的做了住肉手术 为什么你不让她结婚呢 或者有些人甚至有些外国类子 她说要跟电脑结婚 有些就是说用一些公仔 再跟她结婚 或者是动物都有这样的婚礼 那是不是我们希望用怎样的方式呢 其实不是的 就是按人权法 我们都有看的 就是人权公约 其实我们有很多研究这方面 但我们的解释就是很不同 就是我们都看到 人权公约里面所说的 真是一男一女 男女的结合 就不是相同性的结合 还有看香港的民意调查 最新的调查 就是2016年 明光世她是透过城市大学做的研究 是支持同性婚姻的比率是12.5% 那再早些呢 其实都有不同的组织是做过检查的 但是呢 那个支持率呢 都始终是 就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人 是多过同性婚姻的人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不应该在这里 去做坚决我们呢 去改变我们的法制 去支持同性婚姻 还有刚才说到 人平胆 关于性别的问题 那性别 应该只说男女 就是说 男人和女人都有平等 结婚的权利 就不是说她的圣经 就是她是同性戀 都可以选择 去跟她结婚 那是这样的 好 接着又到了 欢迎太太的师傅 我呢 我呢 就 刚才呢 可能我读得太慢 我现在读快 读快一点 那呢 那呢 本来我想说回 香港怎么落实 这个 那个 救助人的工作呢 我们有个 香港呢 我们有个 具合 rights audit 那 第十九条 那里呢 我不说其他一点 我就说三件事 第一 marriage 第二 opinion a freedom of reflection 那呢 第一 article 19 我们香港的 本地的 article 19 subsection 2 the right of men and women of marriageable age to marry and to farm a family shall be recognized 一定呢 一定呢 我們要 香港 政府呢 一定要 承认 他们有 這些 男 和女 如果 到了 結婚年齡 他们呢 可以去 結婚的 和呢 可以建立 家庭 另外呢 他也有 那些 sponsors shall have equa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他们呢 应该有相同 那些 那个原理 就是婚姻的对方 就是 during marriage and at dissolution 这个呢 跟那些人 公約的 说法呢 差不多 in the case of dissolution shall be provision shall be made for the necessary protection of any children 那一定 一零婚的時候呢 一定要 關心 因小朋友的利益 另外呢 就講關於 那個 freedom of expression 那個 freedom of expression 那裡呢 就不是 這個 沒有限制的 那個 freedom of expression 就一定 就基於 就是 我們不侵犯 其他人的 fundamental right 這個呢 就是個底線 這個呢 就在那個 International Cup 那裡呢 就講得 非常之 清楚的 那呢 就另外 這個article 15 我們的article 15 那裡 都是這樣講的 freedom to manifest one's religion or belief may be subject to such limitation as are prescribed by law and unnecessary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order health models or the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others 其他人 他們有一些 基本的權益 你是要尊重的 你不是我喜歡 講什麼 就講什麼 就是說limit 的limit呢 就是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others 包括 剛才我講的 article 這個17 他們去結婚 另外 the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亦都是subject to同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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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ation they shall be subject to certain restriction but these shall only be such as are provided by law and are necessary for for respect of the rights and reputation of others 你不可以 說壞人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freedom of expression 就是 它的那個 那個 limitation 這個是 under我們香港 本身 已經立了法 那個法 我猜 我猜 我去過不同的論壇 其實這個論壇 我覺得是 最友善相對來的 就是我以前去過那些 大專那些 他們是真的 沒有什麼理性討論 但是我覺得 支持和性美運動的人 有一個迷惑 但是你們相對好 但是都有一點 我真的很反正 你不要用 以為了別人來的 就是 譬如你今天跟我討論 你就應該針對我 所以我也很堅持跟你說 我們初初出的原因 你是想 label我 因為宗教道德 所以法律 其實我們是講的 我是主要講的 我是從心底論 是知道什麼 如果其他人不知 我覺得你應該相信 我是知道的 是不是 我再多一點 關於剛才 潘先生 所講 不是教授 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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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平等 我都引不夠過 ICCPR第二件 和大陸的問題 其實我也寫了一篇文章 在時代理論 稍後我發給你們 我覺得是一個 我希望是一個 結晶的 理性的討論 其實平等 那個範圍 是指於人權公約 裡面所講的基建權 和當地而有法律所賦予的權益 所以不是你想像一些 我和人不平等 我好像弱小了 我就覺得不行 因為你看到這兩條裡面 講很多的理論 除了種族 和性別之外 包括你的財富 如果我沒有錢 我去不了高級餐廳吃東西 我乘不了頭等飛機 我又不公平 我又說政府違反人權公 不是這樣看 你要很理性 簡單來說平等是有範圍 而剛才大家講 我贊成一件事 我講了五、六個小時 我贊成是任何人 應該侵犯人的基本權益 但其實從任何角度 人權公約沒有講到 同性婚約的機會 剛才我講了2002年的案件 我希望你看看 紐西蘭的冠詞裡面寫得很清楚 是一男一女的聯婚 即是中文翻譯 最後說婚姻 起碼在公約裡面的第二件是這樣的 其他人 你自己國家自己立法你的事 講不講 Bang有沒有計時 你剛才 三分多年 沒有計時 我只是台上在這裡計 台上廣東講不給阿富 阿富 你不能拍阿富 我很擔白 我沒有看那個案子 不过我纯粹看回文字 用回一般法律的文字 那裡似乎如果你说婚姻 一定是要一男一女婚姻 我就觉得会很出调 它意思是公样规定基本条例 但你美国你自己再比是你的liberty 所以你讲那个 因为这裡牵涉到一个法律的问题 因为according to law according to law 那你就要看回那个Nexinic law 或者婚姻先讲完三个小时先讲完 你稍后再讲一下 我未曾看过那个案子 但不要紧要 我自己的interpretation 我用一个 当你没有一个特别的interpretation 那时我用回一些字面 我们香港的feel of rights men and women 我们是marriageable age 我们就是有权去结婚 以及成立一个家庭 这个很简单 什么叫结婚呢 两个人走在一起 大家互相交换一些承诺 这就叫做一个婚姻 会有permanent的relation 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婚姻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颜色 或者是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就算没有任何宗教 是一个 婚姻是一个交换承诺 大家预备一些长久的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一个commitment 一个commitment mutual exchange of commitment 刚才另外讲开 龙女士 龙女士她说 那个婚姻不是一定需要有爱情的 这里我不会反对 不是必然需要有爱情 不过爱情是在婚姻一般的理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人们没有爱情 纯粹为了一张长条饭票结婚 理论上在法律上可以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婚姻 一个理想的婚姻 同时似乎龙女士 就有一个比较合意的 对婚姻的看法 就觉得 只是一男一女才可以婚姻 但是我觉得 由于社会的发展 现在这个已经不再適用 是否有案件 台下有没有 可以 是的 刚才讲到那个 纽西兰的案件 这里就是 真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2年 对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就婚姻权利的定義解释 所以婚姻权利是单纯一男一类的自愿结合 那个案件是Jocelyne Jocel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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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来看看 或者给你看看 至于说 婚姻 没有爱情 其实我是说两回事 第一就是个人 如果个人 多数人都会选择 跟你相爱的人结婚 这是个人的眼光来看婚姻 但是政府看婚姻 跟个人看婚姻是两回事 所以我说婚姻法里面是没有规定 只是相爱的人可以结婚 就是他都不会量度 就是他相爱的人 就是 你两个一定要相爱的人 我说不是你说 就是政府的角度 就是看公共利益 就是政府定立婚姻制度 就是为了全社会的好处 刚才我就是说 就是什么婚姻是对社会好呢 就是因为男女的结合婚姻 就是他自然会生育下一代 那些小孩是怎样的环境成长 是最好呢 就是有亲生父母照顾就是最好 但是同性婚姻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然 如果他们要养小孩 其实很多同性伴侣 他们都会这样做 要不就是找第三者 借精子卵子那些来生小孩 要不就是你养 但是也有研究是发现 如果不是亲生父母照顾的 那些小孩的成长是没有那么好的 而且也真的有很多外国的例子 那些同性戀家庭 养大那些小孩 他们真的觉得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苦心自问 如果你有得选择 从头开始你未出生的 当你在妈妈的肚子里 你都懂得选择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希望 你自己大过是有 爸爸妈妈照顾好 还是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照顾好呢 其实 男和女真的不同 爸爸的照顾 和妈妈的照顾 对那个小孩的影响是不同的 那就是两性配合 是可以互保不足 对那个小孩的成长 是更加建筑的 那我也可以回应 你三位在那里 我想我回应亲子关系 就是那些亲生父母的家庭会好些 但好些是不让自己想的 就是要给一个数据 我有一个数据在那里 就是美国的 因为刚才你提过美国 不知了 我们要提美国那些 比如美国的心理学会 美国的精神医学会 美国的社会学会 美国的医学会等等 他们的宇宙 就是美国已经有些州 是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 所养读的子女 和父亲 两个父亲 和两个母亲 同一父一母的关系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的 这几个是权威的会 包括宇宙的会 不是囚禁证一个学者的说法 另外我也想回应之前 龙女士的一些说法 因为龙女士提了一些 他最主要提了一点 就是说 不是说相爱就记得分 他举些例子 例如说多夫多妻 不对 或者小个十六岁 不对 甚至人和电脑也不行 但是说得对 你说一些不是说爱就可以结婚 例子你说对 但问题是你没有说同性婚姻 应该不对 刚才你说一些 一个人觉得有不对的理由 譬如说 小个甚至未成熟 不应该结婚 又或者多夫多妻 经过很多十前日 很多争斗 争讽 争讽 争论 所以关系无限 这些真是有些理由 我们是不给这些 这些总合法 有另一种变形的方式 就是划波理论 你给同性婚姻 可以 但最大问题是划波理论 就是你讲一些无关系的 划波理论是讲不通的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理由 去反对他 但同性婚姻是不同的理由 例如同性婚姻和多夫多妻 比或一夫多妻是比 多夫多妻是数目问题 就是婚姻主体的数目问题 但同性婚姻就是主体性别的问题 是不同的问题 你不能够这样去划波 如果这样划波可以 给中介的时候你 你杀人的时候也有 这样随意划是不合理的 或是送中搞得 信邪搞得 这些划波是无意义的 因为划波还要看有没有理由 由一种去到第二种 不同的理由划不了 因为都不同 特别是刚才你举的like 和一个电脑 你才画不到 没有一个婚姻关系 爱的关系 和结婚的关系 你看到什么婚姻都好 画不到他一个电脑结婚 我相信 除非那天有问题 精神有问题 和他电脑结婚 和他将他结婚 多了精神有问题 才会有这样的考虑 不然 一般你什么婚姻都不会考虑 今天还有少少时间 刚才讲宗教的意思不是针对今晚 只是讲一般我了解的 很多时候都是 刚才我举了很多例子 譬如很多地方反同 就是几多宗教的人 或者相反 很多不几多宗教的人 不会走出来反 这想讲出 他们常常很多原因被人博了 但都坚持就是 真是讲宗教的理由 我终于讲这些问题 OK 那你做一下 OK 我呢 我就想回应 我说的是三点 纯粹我所听到的观感 第一就是我先讲到 王先生提出一个本质论的问题 本质的问题 我发觉整个讨论 我们是miss the point 就是和王先生的本质 因为王先生讲的本质 他不是讲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基督教的口号 他是讲男女婚姻 现在我们反对同盟 是反对天生的gender 我们在天生的gender基础结合 其实一夫多妻都是反同 可以是反同 有一个最大的 在中国社会古代里面都可以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 第二我想提提宗教 不过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 似乎在观看太义基督教 打赏地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但如果我想讲一个现实就是 我所知道 今天全世界 反同 反同最大的宗教 不是讲政治条例 不是基督教 是回教 因为回教人口是比基督教 短期内会追过基督教 十凌二十年 回教徒的人口一定超越过基督教 因为国际已经估计了 而回教国家 是用很严厉的极刑 或者是用残酷的手段 来对待他那些同志 特别是男同志 这个我觉得 如果我们用基督教来做假想 对他讲 其实是mr.pon 也是 而回教是多妻的 刚才我说 你讲来讲的 现在回教是 它是容许男女的基础 我的婚姻基础 而不是说反对多妻 因为刚才讲很多 我多妻都可以 我可以多元婚姻 这个无伤害也可以 所以用同志 带去讲 就用基督教去做假想题 但这个是同世界的现实 是mr.pon 我想第三讲一样 够不够时刻讲 但我非常同意 龙女士讲一样 提出了一个分别 就是公共利益 以及疑人伤害 疑人世界的一个婚姻观念 我相信他的理解 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在婚姻这个行为本身 每一个人去做 都是出于个人伤害的利益 不是出于个人伤害的利益 不是出于个人伤害的利益 但是从社会的角度 它不是为关心个人伤害 来设计分析制度 它是为公共利益 如果历内人类社会 三千年类社会 以中国社会 它是从公共利益来看 他会有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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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比例是不同的 如果一男一女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找到个配偶 因为男女又有多 有少少少少 第一个性别 沒有理由每次都是一五十男五十女 沒有人說 如果你規面一男一女的時候 沒有人說一男一女 現在我們是反對同性婚姻 如果你要異性婚姻 就一定要一男一女 你不會說每次都是五十男五十女的 所以有些人找不到他的策略 第二就是有很多單親的家庭 他都養育他的父子 那些子女很好 他沒有了父母 同樣有父母的家庭有很多若兒 很多不是少 若兒是一個世界問題 他有父母都是若兒 反而同性那些 那麼珍貴的兒童就不會虐待他 物以罕為貴 另外有很多孤兒 孤兒沒有父母 如果有同性的父母也好過沒有 如果我們最理想是負持指孝 一負一貌 天倫之樂 這是最理想的 我們雖然推移求其次都可以 我都會同意有同性婚姻 因為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剛才你也算是發表意見 你也不會算發表意見 我還沒說完 你算計三分鐘 剛才我已經說了計三分鐘 都不是說那麼多 我只是提出一些疑問 因為我對這個課題很有興趣 但是我所知真的很少 想開到一些眼界 我現在在想一些事情 就是給各位港姐 觸動了我有些基本的想法 我就想想 婚姻會不會是 可以有不同層次的定義 有順理上的婚姻 法理上的婚姻 法理上 只要合乎現在我們大家共同都認可的 那些法例條律 等等那些什麼公約那些的話 他想申請 根據法律找什麼公約給他 這個法律上的婚姻 那大家應該是拿窮吃的 但是如果倫理上的婚姻 那我也要找回婚姻的初衷出來 那人類基本上那個生態 要將人類這個類的生物燃進去的話 那應該是男女結合 自然的婚姻生下代出來 我認為這是一種 我們對某個族類 對它那個族類的先天性 是一種尊重 我現在有這樣的想法 這個先天性的尊重 就在歷史發展裡面 在不同的地域 或者不同的政治狀態裡面 就有相對合適他們 當時代的理念的婚姻制度 令到先天性的一種特質 在那個社會裡面 是迎合了他們當時的理念 但是我覺得萬別不離其中 倫理上的婚姻 在我們本身的族類裡面 她是女性男性生下女兒出來 我覺得這種優勢 是對我們族類的一種尊重 而我覺得傳統的婚姻 無論她一夫多妻也好 一妻多夫也好 她都是覺得男女結合 是我們宗族本身的一種特色 你說即是基因也好 尊重她 但我覺得去到現代社會 可能出到一些公利的考慮 例如剛才那位女士所說 男女不是50對50 基於這個原因 有些人娶不到老婆 其實娶不到老婆 未必同性戀 但是有些小哥又孤兒來的 他們男男結婚女女結婚 她肯收留一些孤兒 基於公利的考慮 我覺得法理上 去融立他們這些 引號裏面的家庭 都得到一些家庭 個個都有的照顧或者優惠 但是我覺得倫理上的婚姻 我覺得這個堡壘 我就不放棄的 我會分兩個層次去看這件事 可能是粗錢來的 就是給大家打開了一個視窗 不如兩個檔次 沒有分高低的 或者兩個視窗平衡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法律上的婚姻 是衝擊倫理上的婚姻的話 我覺得這個要很慎重考慮 因為人類本質的男女結婚 生下一代這個 我們叫自然安排 都挑戰的話 可能人制造好人出來 可以嗎 就是這樣 你經過很多考慮的以為 我就覺得要深入慎重一點 我回應你兩分鐘 我不用再用三分鐘 剛才有位女士和你都提到 關於同性戀那些人 如果去沒有孩子去領養 會不會有孩子去幸福呢 根據有一個研究 叫Family Subject Studies 它有很多不同的數據 比較不同的家庭 其中一個數據我比較深刻的 就是它研究不同家庭結構 裡面成長的小孩子 它所面對一些困境 包括是兒童的時候被性侵 我最深刻印象就是 一個女女同性戀的家庭成長的孩子 它受性侵的機會 是相當於男女正常的家庭 性侵的十一半 十一半 最近我亦都看過一些新的個案 有些同性戀的家庭 它是領養個小孩回來其實是abuse 然後還邀請同性戀的朋友去sexual abuse 由一歲開始abuse 東方日報和明報都有報告 這個是 我不是說所有都是這樣 不過數據和一些例子說 這件事我們值得要熟悉 我亦都想回答一下 你或是方先生先生 我問問 你說會不會那些同性 如果讓他結合 他就會虐待小孩 一定會 為什麼呢 因為人有很多種 但是同樣 那些異性結合的那些 虐待小孩的例子都不少 所以我不覺得 就應該說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虐待 對他好不好 這個就跟他的性別是無關的 可能有些同性對小孩非常之好 可能有些異性對小孩非常之壞 所以我們就不應該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就說 同性那些多數沒有異性那麽好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作出這個結論 但是有個科學研究 你說的十多次 我亦都有看到有其他一些研究 所以如果是 你就要很小心 你拿這些研究 看一些樣本 但是就肯定 剛才劉博士他也有講 他們全部 美國那個心理學會 美國醫學會 美國那個人類學會 他們全部的結論 不約而同 都是說 是沒有分別的 那你可以說 我不知道他怎麽達到這些結論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三個他們公義 這樣去講的 三個會都是這樣講 沒有分別的 關於說沒有分別呢 剛才其實我也有提到 就是 這些研究 他們不是很公平地去做 他是找那些同性戀組織 來去招募那些人 不知道他們是否像你那樣用那些證明 總而言之是這三個會 我明白 我明白 你講的那些會 其實他本身是支持同性戀 所以他的背景都會影響了他得出來的結果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去做研究 例如 Paul Suelens 他也是研究了 那些小孩 是從性戀家庭長大 就是到成年人的時候 他就是容易有抑鬱 而性戀家庭長大的那些 就是反而是大了 原本是十幾歲的時候 都有抑鬱的 但是慢慢大到二十八歲的時候 他的抑鬱是會低了 但是性戀家庭長大的那些就要高了 那剛才有一對事說 就是有些人就找不到伴侶 同性都對 那我也覺得人是需要朋友的 但是就未必人人都需要婚姻的 就是你可以有一個好朋友 和你一起住 但是都未必需要 一定要有性關係 和一定要有婚姻關係 那如果是一個人是單身 但是他是周圍有好的朋友 或者甚至一個是跟他一起住 是好朋友 但是不是性戀女 那都是可以一樣很開心 生活是可以充實的 那是 我都講一看 三位講者都講過 回應做研究的那個 剛才龍女士特別是說 那些研究好像不公平 就是那些什麼 但是有時候是比較的 你說哪些公平不公平 通常我們覺得權威 比不權威的公平 所以譬如有時候建制派 就說港大的調查民主要不公平 但是他們忍的例子 忍他們自己的圍內做公平 但是都說很好笑 因為港大都不及他那些 還要找的人做公平 所以剛才我講的是幾個大的 一些美国的組織 但是似乎龍女士 他剛才提過一部分 美国就知道 好像任何學者就知道 我想權威性不同 但是最客觀就是 看完他的研究是怎樣 再做一些回應 這是第一點 另外也想回應台下的一些說法 例如說本身論 可能失了一個研究 即是正常在說不是高多妻 而是同性與同性之間 但其實失了什麼研究 失了一個研究就是 你講的東西有理據 最重要是這樣 我又說你反對同性軍是無理據 所以人的機攻團要給人 那這些是批評 不是用什麼去講 說性與性這不是條件 正如正只是一個 physical的特點 但為什麼這種 physical特點是不合理呢 我們要不公平對待它 我們不給基本權利去 This is the point 這個條件就反而剛才 台下又沒有提 這一點 第二就是反對同志 婚姻最重要是回教 我有兩點回應 第一就是有沒有數據 你說回教才是基督教宗教不是 第一有沒有數據 沒有可以隨口說出來 回教人多 這個子盤不是一個關 就我所知 回教為什麼不反對 因為回教他們很多伊斯蘭國家行回教法 他行回教法的時候遵守回教的東西 所以不需要跟人鬥爭 要行一夫四妻制 如果是回教 他不需要因為伊斯蘭國家是有回教法的 其實這種做法更加好 你不喜歡和正聯那個教不給你 就在那個宗教法那裡行 為什麼要逼人家不是那個宗教要行呢 第一點回應 第二點回應就是回教是阿伯拉肯宗教 他的本聖經是同一本教育聖經 所以他反對的理由是同一個理由 所以在這個二十堂 你覺得很好了 多一點就是凡是講經書的反對和正聯的 就是他們最大反對和正聯的理由 無論是伊斯蘭教還是基督風教 我提的是基督宗教 剛才講的例子 伊斯蘭覺得是這樣 但這些不是反對的理由 好嗎 也不因為那個教更重要 所以我的教又沒問題了 我的教又不是一些有什麼難問題 而是最大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用你宗教那個觀點去反對 不是給一些道德的理由呢 這真是最重要的 因為講的是逆性 男女傑下大人美的感覺 男同男傑風 男同少少少韓有美那樣出現 這是逆性來的嘛 這真是 你又知道不理的 哈哈哈哈 感覺到嘛 我想問就是 剛才黃先生說性侵的比率是十一倍 其實基數都不同 很難去比較 同性戀者不僅僅是小數 那是比例的 比例的話 如果有兩對同性戀者收去領養牌子 其中一對有性侵就百分之五十 另外十個是二雙鏈的 那個報告是幾千個 那幾千個你都很難去分手的基數 我想你不要憑空去挑戰那個報告 你可以再說 另外一個我想換回龍女傑 那就是你說 婚姻是基於社會主要大利益 剛才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 婚姻制度 社會主要大利益 那如果一難一路他結婚之後 有少了一個小朋友 那但是他已經沒有了愛了 他要離婚 那但是基於那個社會主要大利益 如果離婚的話 那個孩子歸經過 或者可能會被社會養 那個社會主要責任就大了 那是不是應該 政府如果基於一個社會主要大利益 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不禁止給他離婚 我有這個想法 至於一個社會主要大利益 我禁止他離婚就沒事了 不禁止他離婚的話 他倆都要去照顧這個社會主要大利益 社會不是沒有這個負擔嗎 有些國家禁止離婚的 你說得沒錯 有些國家禁止離婚的 現在同志上結婚 但是你就用這個例子 用基於社會主要大利益 反了這件事的時候 那為什麼政府不禁止離婚呢 我現在用這個反角度去留 好 那些人要離婚有不同的原因 譬如虐待 你不讓他離婚 那可能太太慘了 那繼續被人虐待 還有你不讓人離婚 不代表 譬如那個男的 他是在外面包圍拉 你不讓他離婚 但他都可以離開那個家 在家裡不照顧他們在家裡的小孩 所以你很難去監控他的行為 一定要他回家看著那個小孩 這些人不可以強迫 還有在我們的社會裡 根本都沒有人提出 我們 在香港社會 沒有人提出我們應該禁止別人離婚 所以應該 我想也不太好 我回答一下 OK 我們講回憶 一邊 我們去看 一邊 方先生 你去看 我跟女士那邊說 我覺得 他很注重 就是說 婚姻的社會效益 婚姻的社會效益 他就認為 如果沒有理解錯誤 就是小孩 是不是這樣 不是 即是說 不是說 男女結婚後 一定要生孩子 而是說 每一個小孩 他出生 他一定是有辦法回家 而最好 能夠給他成長的環境 就是有生生母母的 好 我就在這方面 可以做一些 甚至我用我個人的經驗 他會和大家說 我做了幾十名律師 我也做很多年離婚 那些離婚 暫時在香港 全部的婚姻 都是一男一女 但現在的婚姻狀況 基本上 和那些人 他自己本身 他個人 性格 取向 很有關係 所以 和他的性別 有些男人很差 有些女人很差 這是我親身的經驗 所以你說 是否因為 男的那些 就壞些 女的那些好些 並不可以這樣 性別 那件事是好和不好 就沒有一個必然的關係 我可以這樣說 我可以由個人的 experience 告訴你 剛才我也有說 你說 你說 最好 就是有男有女 我自己都是一個 離婚的家庭出生 我大概六歲的時候 我母親和父親分開了 事實上 我有三個媽媽 全部都分 但我不覺得我自己的成長 有甚麼特別壞 這個可以由個人的經驗告訴你 所以 你也說 小孩子一定 就要有父母 一起 他們才可以健康成長 我不覺得我自己是不健康成長 寶瓜馬是他自己的經驗 他自己覺得是不好 但奧巴馬是贊成胡烈斌的 我知道 即是說 他認為親子關係和胡烈斌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認為關係是會反對的 但奧巴馬是贊成胡烈斌 所以 你說過 起碼奧巴馬的認識就不關事 即是他家裡的關係 是不關胡烈斌的關係 我真的有很多人解釋 你父母如果沒有離婚是否好 我可以說一句 這是假設 但我可以說一句 我自己不覺得我的成長 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大問題是完全沒有問題 黃先生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剛才我講 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 大家都沒有什麼問題 很討論 因為剛才潘律師說過 不可以侵害其他人權益 但我已經說了 人權公約裡面 同性分音未必是公約裡面 所講的基本條例 所以我希望反對的人 可以回應一下 教育自由和零生自由 因為這個反而是 人權公約裡面講的基本條例 謝謝 這件我回應一下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個案 在譬如美國或者歐洲 它是根據人權公約 去打這些同性分音官司 全部那些案子都是以神公約 是認為包括姓慶向作為判決的 即是那個結果 這也是這樣 先至那些美國和歐洲國家 是越來越多同性分音 所以你說沒有關係 你很難解釋就是 為什麼那些判案是根據公約 因為它沒有理由的 它不是根據公約 剛才我講的良心自由 在香港譬如同性分音合法 剛才我講的 我那些納粹女子 可能是間接補造人的同性的關係 這件事我覺得是影響我的良心自由 還有教育自由 如果我有個子女 將來被同性分音合法 可能我有個孫子 他可能集中住院或小學 都會被要接受那些同性戀的意識的教育 這是侵犯我的教育自由 我這裏很簡單 每個人主觀上可以覺得 這件事不好 可能覺得同性分音 是極之醜惡 甚至邪惡的事 那我不可以 那法律就不可以鬥到他個人主觀 但你說法律能夠處理那些 是甚麼呢 是行為 當你的思想用語言 或者行動去表達那時 法律就有個理由 為甚麼呢 一牽涉到用語言公開 對其他人的語言的侵犯 又或者 官律師你其實沒有回答我 你講的是公平是公平的 因為你講的那個是會聽的 其實比較多些 你聽我講完才行 你剛才你說 哦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同性分音合法法 將會 剛才你講的案例 小學那裏 就會有些教材 講明 你是不是講這件事 同性分音很好 同性分音他沒有說很好 他只是說 不會是衰過其他東西 那就是很好 一男一女一樣 是好 是好 這樣 一男一女 就未必一定是好的 不是 那個是制度 我講的 好了 如果是這樣 你說 這樣就侵害了 家長的教育自由 家長的教育自由 但是 有一個問題 剛才劉佛彪也有講過 就是說 你那個主觀 那個opinion 本身是什麽合理的opinion 我們首先要解決這兩件事 如果你的opinion 是在其他 不是跟你一相同opinion的人 那些人 他覺得是不合理的 例如 剛才舉了個例 立稅 我是真真正的 很相信立稅黨 是很對的 你不要扯開 你不要扯開 那你呢 因為我這樣很難明白 我只是把你的原則 不合理的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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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 因為他這樣教 而影響到你的自由 是嗎 我想說一說 說幾句 王兄提出一個point 我就未遇到 但我先排我去外國幾個月 去加拿大幾個月 我認識很多朋友草良農 當時有個真實的case 就是父母 有子女 例如我有個孫子 例如十人去拍拖 在學校裏面 有個同性去怒他 家長就說 我不同意你跟這個人去拍拖 對方告家長 歧視 這是因為立了這個法 之後的後果 如果沒有這個法 他不可以告我 這個我覺得幾回應到他 就是我連我教兒子的權利都沒有 我連我對我的兒子 我想將我的 你跟那個女生結婚 這個意識去傳給他 這個價值觀 我是沒有權去傳給我價值觀 這個是外國人說給我聽的 在這幾個月 在加拿大 其實教育自由 是同性均因最嚴重的之一 我是否可以訪問 我都可以做 OK 就回剛才那個良心自由教育自由那些 剛才潘山和我都很強調是自由的底線 底線是不嚴重影響到人基本的權利 即是底線 所以如果同性婚姻是一個基本人的權利 你不容許權子婚姻 這已經是侵犯了人基本權利 侵犯人基本權利是沒有自由的 大家要記住 在黑人未成權的時候 你不讓黑人有一些和法人平等的權利 侵犯的權利 如果當平等的時候 你講一些其他人的說話 你會受到懲罰 這是懲罰 這不是停止你不讓你說不讓就你 而是你侵犯了人基本的權利 你就是要受罰 所以你弄好了 不是不讓言論就你 言論就不可以阻害他人基本人權 所以你罵一個黑人 罵你說黑鬼 我剛才那不是同性婚姻 你有沒有做得理據證明 他不是基本的人權 那你請給個證明出來 證明的時候 你就否定了人基本權利 你是侵犯了人的基本權利 我想一件事是不是人權 應該是認為這是人權的人 在人權公約裏拿回證據出來 反過來現在我們已經有反折了 是嗎 我會遲些傳給你 我會遲些傳給你 有些大聲 結婚是否基本人權 組織家庭是否基本人權 是否有條文規定 還有他那個婚姻的定義 是否我們今天所講的婚姻的定義呢 如果你說法理上 可能上個世紀所定的人權公約的人權 所理解的婚姻 跟我們今天爭論的婚姻是不同的 可能那個是倫理婚姻 不是我今天所講的法理婚姻 所以這裏都要搞清楚概念 還有我也想問一個根本問題就是 為何會有這個話題成為爭議的話題呢 其實可能就是說那些人 同性婚姻的那些成員 他們想爭取和其他人 同一樣的權益和利益 那這些權益和利益呢 那是否必然我們社會要照顧呢 是否我一定要遲呢 我可不可以不遲呢 我們都要想的 這是一個很理會的小眾 當然我們可以說 可能上世紀都很多學想法 那些是叫做不正常的 舊事要這樣說的嘛 所以有些人會歧視他們 因為我們覺得 可能很多心理學的研究 就說這些已經是少少變異 基因的關係之類 不是不正常的 不可以歧視他 但不可以歧視他 是否就可以讓他有婚姻呢 那些同性的婚姻 他的同性別 是否但他所扮演的角色 都有痴紅的分別呢 這個都要研究 如果這樣的話 他現在對同性婚姻 他有痴紅分別 誰扮演男的角色 女的角色 你需要不需要歧視給其他非同性戀者 知道你的廁所去得對嗎 那些問題是走出來的 我差一點點 我見到那些同性戀那些 他真的有分別的 即是 他們兩個都是女的 有一個女的 還會扮成男的 是的 問題來了 你有沒有歧視告訴別人 我可以扮演男的角色 有一個人妖 或者是跨性戀那些 這應該不關事 有廁所 我不是不關事 因為起點一樣的 有些廁所是沒有分性戀的 我知道 起點一樣的 就是 本來是一些小眾 因為用了一個中性詞 小眾 原本是在社會上 都不起眼的 當然我們現在人權的意識 是高漲的 我們每一個小眾 我們應該尊重 這是精神上是對的 但當我們尊重這個小眾的時候 而所帶出來對大眾的影響 那個連鎖的反應 你剛才叫做滑波 滑波是向下的 我要連鎖 未必向下的 我們要正視它 我不是說要反對什麼 要正視它所有連帶的連鎖反應 對社會整體的影響 衝擊到多少 我們要接受它 如果說得通的話 我都舉手贊成的 但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是醞釀大家在討論著 不要這麼快 先說要搏取這個結論 而那些固有 我認為是人的基因 是男女結合生下一代 我覺得這個自然的上天安排 我覺得是 除非有更大的理據 否則都應該尊重 我用一分鐘回答 其實我自己心裡的感受 為何一些同性戀者 或者是同運會的分子 是要爭取這個同性婚姻合法 其實就未必是因為那些實際的 那些什麼不罪 其實是那個最尾就是整體社會的影響 就是回到剛才我講那個婚姻制度 實質意義的問題 婚姻制度的實質意 就是要整體社會 endorse這種性能的關係 是正常 OK 甚至可家序 甚至用免稅 房屋等福利來補貼你 他們是要求 其實他們心裡很想人會認同 但他們認同這個地步 其實是侵害其他人的人權 正正我所講的 任何人權都不可以侵害其他人人權 那樣東西是人權 就是侵害其他人權益那些 已經不算是人權的 侵害什麼權益呢 我再講就是教育自由和由心自由 由心自由都未講 剛才我提出來大家講的教育自由 你說這兩步是基於你主觀的認為 你認為不一定是人權益 不是呀 人權益 你認為這樣是最好的唯一男人 我說什麼侵害人權 因為你認為同性不是那麼好 不需要假設同性好或者不好 我侵害人權這件事 剛才講的 你不給同性就侵害人權 不是 其實現在沒有同性規 兩個同性的人 可以同居自己同居 遵行性關係 只不過是一個社會整體的認可 我們不贊成 因為這個認可是影響整個社會 牽涉了教育制度 還有你要我給錢補貼 這件事其實是真的不對 現在沒有反對 有兩句同性的性關係 對 同性性關係 對 我想回到剛才再重申一次 例如說一些良心自由 教育自由那些 但問題是你回應我剛才問的那一點 為何同性婚姻不是基本人權 如果強行婚是基本人權的時候 你就沒有那種自由 正如黑人和白人有平等的權利 你不讓他們做什麼做什麼 你就是剝奪了基本的人權 所以你講一些說話 這些不叫自由 這些是侵害人際的基本權利 同樣道理 如果你一直都沒有講到 為何同性婚姻不可以在基本人權的時候 你當圈老實說這叫自由 但你又不說為何這個沒有違反到基本人權 所以變成不是一種有道理的說法 你不斷地覆述 就是你侵害了我的自由 但你沒有講到為何同性婚姻 我再提一次 沒有一個證據 因為你那一點是要預設 同性婚姻不是基本人權的 你才叫做成立到你所謂的自由 或是公開人性婚姻 因為一路都報警的時候 變成你是公開人性婚姻 為何會報警是基本人權 可能我出來審問 可能有一個愛秩序的問題 而難成是不斷地覆述 因為公開人權的 因為公開法 第一就是做的理由可以給我 我可以反對我 我可以做的理由 自然你沒有公開 你不斷地覆述 你不斷地覆述 我先講一下 第二就是人權那裏 我剛才說的 人權那裏 剛才你講一下 都很難肯定 但趨勢來看得到 很多先進國家 即是先進國家 他們經過很多case之後 他們根據歐洲人員工藥 或不合法人工 在那裡演述出 同益君恩是合乎基本人權的 所以有些case 他不尊重同益君恩 法官判被那方面侵害 也是敗訴的 那些case是很多 越是越多 令到現在國家 是有大陸國 即是先進國家 是平立 所以你說沒有理由 那這就是理由 除非你反隔那些 先進國家說的人權 雖然是錯的 我比他們更加好 不認同 國家是合乎的 這就是 這就很像 我要回應你那一段 你說 你覺得同性婚姻是人權 但我其實最早已經講了 聯合國 它核下有一個人權組織 出版了一本書 那本書就是講 《國際人權法》 不要求各國 要被同性伴侶結婚 不只是要求確保 未婚的同性伴侶 是得到待遇和福利是要跟未婚的異性伴侶相同 我已經將這個信息和它的連結傳給你們的會 另外就是剛才我們也有說到 紐西蘭的案件已經說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和國際公約 解釋婚姻是單純的一男一女結合文 我又傳給你了 請你到時看看 其實我們也回應過的 我也回應過 因為在字面上他沒有講明白 這些人權是給性經和同性婚姻的 但我講過很多case 現在越來越多case 是根據國際公約去判關於同性婚姻的case 凡是那些違反同性婚姻看到一個基本人權那些是大數 我講了幾次大好笑回應一些 在字面沒有講明就不表示他們不認同 如果字節代表沒有的時候 為何越來越多些法庭的判案 是判起在人權之後那方去看同性婚姻是成熟的 要解釋這一點 我想反而一點 鄧 陳平他認為派就不是 我想反而一點 反而一點 法庭的判決不是真理來的 正如還在香港現在有很多青人被法庭判了 很多是我覺得不合理的 所以今天香港已經判了 於是我們現在立法了 23條 24條 25條 對法庭判了 是不是這樣呢 同意同意 所以我們不要拿法庭 但相對立法庭判是對的 但一般來說 先進國家的法庭判是比較合理的 譬如香港或者中國大陸特別是 很多時候他們判是不合理的 感覺是比較短 現在原來多數據說是根據民工人的提議 因為你所說的事 當然知道 因為字眼是真的沒有的 他沒有講到有些公約 現在是不合理的 但是在很多國際法庭判的case 是根據那條公約推出 是應該有些權利 所以很多時候判的人證數 是根據公約 應該給人有同性婚姻去判證數 我講了幾次 很多案例 因為那部影制還是強 我回應你 我回應你 但是字面上不表示法律沒有陷阱 因為剛才那位女港者所講的 那個就是 如果我們講一切的 每個國家 所謂的先制國家 每個法律是根據那個來 引申出來下面判的那些案 你就做依據 但也有個可能 有個空間就是 因為每個人是一個文本 根據女港者所提出的 那個講的就是 有個最高的文本 但當時每個國家 就是每個國家有個憲法的 那個憲法它詮釋那個文本 於是導致它下面的那些案 等於香港政府判案 它最初的法庭 高的法庭 最後的中審法庭 它都是中審法庭的法庭 我聽到目前的 看一看文本 我可能再收到你都不明白 但它那個當作是中審法庭 或者基本憲法 落到每個你所謂的先制國家 它演繹了它一套 它國家的憲法 它那個憲法再落到下面的話 因為上訴那個 是社會大眾沒有人去做上訴的 但那個小眾有人幫它 它就去打官司 所以你說這個 我暫時還存疑的 是不是那些所謂先進國家 判了很多那些 他們得席 就叫對 就叫合乎聯合國的憲章精神 我現在保留先 所以我覺得 同性婚姻是否叫做婚姻 這個最根本的問題 我還在思考中 我不要這麼快 同性等於異性婚姻 我剛才那位女士所說的文本 就是有個論理婚姻 有個法理婚姻 同性戀者所爭取的那些 是想法理上面有些甚麼 那他拿一個五句話照顧到 但這個不是婚姻 但我們尊重他 他需要利益也給他 但這個不是婚姻 他是同性之間 他們說是傷害關係 這個就是法理上 我給你這樣 我不反對你 但這些不是婚姻 這個不是自然的爸爸媽媽 這個只不過是同性婚姻裏面的 所謂爸爸媽媽 我覺得婚要分清兩樣東西 不可以混淆這兩種 基本不同的 到目前我現在這樣看 我不是設定反對 但我覺得是要很審慎很慎重的考慮 因為衝擊著人類 最基本的我們本身的種族特徵 特質 這個特質導致我們這麼多千年文化裏面 人流了很多東西走出來的 我們因為要保障這些人的權益 而去挑戰推翻他們的話 我都要非常非常慎重的考慮 就是不要這麼快落結論 未去到推翻挑戰不了的 我相信只是容納多一點的 我想我澄清一下 那位先生所說倫理婚姻和法理婚姻 那是不是你倆的說者是同意倫理婚姻 就反對法理婚姻一同情緣 是不是我想澄清一點 其實我還不清楚什麼是倫理婚姻 我所說的倫理婚姻就是 婚姻本來的傳統定義 男女結合的人 這個就是倫理婚姻 法理上的婚姻呢 我法律上我設立你這兩個男性這兩個女性 我早知道這個叫做所謂家庭 所謂婚姻 這個叫做法理婚姻 法律上的婚姻制度 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道德和論理 是的 應該來說正常來說是 如果根據我開始講的婚姻制度 應該是整個社會的論理 已經是同意了某個concept 某個觀念 是甚至拿最大公因數 作為婚姻制度的論理 這樣才是比較行為的 反過來就不應該那個制度 是先行過那個社會的論理 那你和林女士是不同意法律婚姻 要是反對法律婚姻 而是同意倫理婚姻 我想澄清一點 因為兩樣都不同意 一路都不同意 我想在這個社會裡面 現在香港來計 剛才有些數據說 同性婚姻贊成這件事成為一個法律 其實通常是反映在被訪者的人 他是對於這個婚姻在論理上支持 多數都是太接近 你倫理婚姻是否反對 我想我們今天是討論 這個同性婚姻這個法律 應否成立 是呀是呀 你已經反對了 如果是倫理那方面 你會否反對 就知道了 倫理方面 因為我剛才提到痛苦那件事 我看到同性婚姻那些 一個做了男的一個 一個做了女的那一邊 他們表面上不是男女 但他們當了男的女 你講的是另一件事 那些是講的變性嗎 不是 他沒有變性的 他沒有變性 但他的傾向是很明顯的 那他們是 是很多人是這樣 而且這個雖然是少數 但如果計算起 全世界來說也不是少數 我相信 雖然是沒有做這個統計 十分一 十分一 6% 6% 6% 如果6%計算起 全球14億來說 都不是一個少數 那你的問題是甚麼 你的問題是 同不同意他們這樣做 還是 用不同意他們這樣做 你同意他們這樣做 但不能立法 我覺得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我們在香港社會是一個自由 那你會誤辦的 你會誤辦的 是吧 那你不可以立法 立法是容許 你這個法律容許一件事 和立法是要用免稅 教育 去承認他 要支持他 是兩件事來的 婚姻法其實是一個支持性的法例 是一個鼓勵性的法例 同一個容許性 其實香港在很多年前已經是 將那個所謂江江年事化 已經是 已經是 削除了 所以現在並不存在 有同性戀者想同性戀 突然間被警察拘捕 沒有這件事 都不想說 所以不同 這個回教世界的情況 但現在我們在說是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是反過來 不單止不會阻止你 甚至是給你一個certificate 然後你就可以有很多個福利 然後整個社會都覺得你是OK的 正常的 這樣子 我只是想補充一句 很多時候 譬如相性婚姻 他未必一定每個婚姻都有成功 很多時候不成功 就會離婚 離婚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婚姻的關係 那個所謂婚姻 他們不止同性婚姻 他們那兩個伴侶 他們沒有實力 所以這另外 就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為什麼我們要將同性婚姻合法化 因為兩個人 他們大家互相交換 那個promise 即是說我會對你好 怎樣怎樣怎樣 但後來分開了 由於後來不對 他們要分開 但根據目前的法例 如果他們不是結婚 他們不可以離婚 不可以離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為什麼我們要令到他有法律的位置 如果你都沒有結婚 拿什麼離婚的權利 你一向都支持我 現在離婚了 我又沒有了能力 我一向都依賴 另外那個人 就有法律上的責任 要付錢給他 另外還有一個 如果有一個離婚 如果他們有一個離婚制度 所以要有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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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本末倒線 不是 這個完全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去後面 其實你所說的情況 就是在一夫一妻以外 所有傷害的人都會發生 可能有三個人戀愛 他們都沒有婚姻制度 去幫他們 但是 為什麼有個分別呢 首先 我們不要理性別 首先 平常的婚姻 一男一女 兩個女 兩個男 如果我們容許他們結婚 他們就可以有機會 去離婚 不是本末倒置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是經常會發生的 夫妻會離婚 那些同性 那些伴侶 一樣 他們會反面的 反面的時候 如果有個小孩 我們怎樣處理小孩 誰會付錢 這個很現實 就是我們的 我們就是不給他 我們就是不給他 你更加 你更加 為什麼 每個人都有 可以 小孩的權力 為什麼 他們由於 純粹由於 他們是同性 你就不給他 那是更加 的問題 怎麼會呢 因為剛才我講了很多 例子 都是小孩的 他們覺得 對他們不好 是性戀家庭 都是小孩的問題 對啊 剛才你 你emphasize 你說 有些小孩 就是那個婚姻 你剛才都 如果沒有理解錯誤 就是 很多時候一定 有個小孩 是正常的 那個社會要繁衍 那繁衍 我們就要照顧那些小孩 如果他沒有那個婚姻 誰 有人說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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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聽了 就是藍色三位先生的 看法 那其實 那 我們 因為如果 你說社會上 需要繁衍後代 那這個是一個 很現實的問題 那 就是 那如果 那 個個都不生的話 那 那 我們又 就是 如果 就是 就是 覺得 輕一點 就算我不找女人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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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什麼 我 我 沒有後代的話 社會會維持不下去 那 有一個過程 都會死的 那 不可以 那 那 這個是 第一個 現實的問題 第二個 就是 其實 可能 有些人 會 我聽過 有些看法 就是 跟性戀 和異性戀 的 那個 其實 在那個 社會功能上 是有些不同的分別的 這樣 也都 既然 如果是 這種說法 成立的話 其實 不可以說 跟性戀 他沒有他自己的價值 沒有社會價值 這樣 不可以說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 其實有些同性伴侶 其實他們都 可能是因為 因為他們 沒有社會的支持 其實他們 在生活上 遇到很多問題 例如 他們 另一半 他進了醫院 誰跟他做決定 可能做手術 或者 誰跟他 扮生後事 或者 大家 在生活上 可能剛才說過 一些 居住的問題 其實他們 都會 因為這樣 他們 都會 遇到很多 難題 既然是這樣 我會想 如果大家 如果 如果 我們認為 異性婚姻 在社會上 有一個很特殊的作用 但是 同性 結合 其實 如果在我們 不去損害到 社會利益的 又或者 大家 河水不帆井水 如果我們這樣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既然是這樣 如果 你說 立同性 婚姻法 會影響到別人的事情 既然是這樣 我們 可不可以嘗試一下 去想 會有第三個方案 就是 會不會同性 可以民事結合 令到 同性的伴侶 可以得到 他自己的利益的同事 我們又不會影響社會上的共識 對於婚姻的管質也好 功能也好 夠了 夠了 Ben 這首歌 他就說 我發裂婚姻 回應你這兩點 第一點就是 生殖的問題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那些同性婚姻不能生殖 但問題就是 生殖這個不能作為一個 不給人基本結婚權利 這個理由 如果這樣一個理由 那些不服的人 就不能結婚 他們生不了 如果這樣去推現的時候 或者實際那些不打算有小孩 那些就不給結婚 因為你是沒有這個生殖的功能 這樣也是有問題的 你生殖這個不應該怎樣給你 我可以講得上 我可以講一下 我可以講一下 另外 第二就是 生殖的因素 不是靠阻止同性婚姻 去令到生殖是多些的 不是這樣的 很多其他方法 那些是合理的方法 比如 現在已經在做 甚至在先進國家 做很多事情他們失去 但他們都給同性婚姻 所以你覺得這個不是主要因素 因為第一同性是少數 始終比起異性同性是少數 始終比起異性同性是少數 好像用左手的人 是軟軟少於右手 你怕什麼 很多人變成同性婚姻 令到生殖大幅降低 影響到人類延續的問題 未至於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想不可以給一個理由 因為生育的問題 不給他們有基本權力 這樣的時候 剛才有人講的問題就是 不服人士無得結婚 不想生育又無得結婚 之而之類 另外就是你講的另一點 我陪我陪我陪你 另外你講的哪個方法 其實反而覆去 我聽過那麼多 都是主要你利用本質傳統的意思 你一想分身當然是一男一女 還是小孩 不是我是精英倫 什麼都好 總之你是強調某些physical的東西 那些就是作為一個標準 所以想一想考慮 不是這種會有問題 但是最主要就是 為什麼這種physical property的結構 是不道德 因為你不道德的 才不給他基本權力 比如說那個囚犯 我從來沒有說他不道德 我一忽然一旦 這個概念出來 傳統的叫做婚姻 他那些叫做伴侶 我當兩個不同的名字 你那些不是叫婚姻 但是如果社會容許你 你難不難結合伴侶 但是你甚至要申請伴侶的變性額 我給你 這位同學所說的 去醫院的時候 我給你一個伴侶的簽字 這叫伴侶 不是叫婚姻 社會 你這樣說的名字 你意思不說 不是 因為有孔末的 因為他 為什麼你現在叫性格力婚姻呢 因為他的基型就是男女的婚姻 他一個扮男一個扮女 叫你叫婚姻 這個是疑似婚姻 我想叫做伴侶 我一引號叫婚姻 是不肯和那個意義的 不過法理上 所謂的法理上 我容許你想有 結婚家庭 婚姻那些權益 我剛才所說的 公約裡面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是不是 男男未婚的 但他的權益 那些東西是一樣的 我沒有歧視他 其實很有歧視 很有歧視 那些叫做 civil union 很容易解問那個技術 你立一個法 有一個遺囑 每一個人有遺困 是 他家庭以外 任何人 代我辦一切 剛才我們事實說過 兩個 兩個 另一個死亡 怎麼處理呢 事故可以用很多立法方式 都可以用很多方向去想 我暫時還沒有結論 不過很懷疑很多現在 那些湧出來的很強的聲音 是不是真的那麼值得我們馬上去做反應呢 我只是這樣 我太早就 不過這個說法 那些是說同志不 同志不 同志不 那些人回應過的 就是這個叫做 是叫做 equality but discrimination 即如果你給別人 和別人同 即是議事軍人 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為何要給別人安定的名字 為何要給別人安定的名字 是一樣的 即是在歧視那些人 這就是歧視那些人 這就是歧視 歧視 名字 名字就是歧視 你實際一樣 為何要給別人安定的名字 我某程度上贊成林先生說 生不了兒子 我們不用這個做理由 去反應 不 不 不 第二 你說做手術 住院那些 那些決定 其實很容易解決 一封很簡單的授權書 第三 你說的第三件事 叫做民事結合 其實民事結合 我們的立場是反對 原因是一樣 就是因為民事結合本身 它包含了那種福利 亦都是 和那種認同 亦都是侵害著我的人權 侵害著良心自由和教育 好 明白 另外 我補充一點 為何他們一定要結婚呢 就是因為 如果 正常 那些一夫一妻 男女 那些結合 隨便一方死了 法律會假定 它有話為黃足 如何分配 這些黃齊 但如果他們沒有結婚 就他們不享受這種感 雖然他們兩個 由二十歲 到六十歲 都是同一個伴侶 但是 另外一個死了 一點事都不得分 所以 另外一個理由 為何要給他們一個婚姻 那個身份 你所幫幫忙 不是 我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 intesting a state ordinance 你不需要留為囑 法律 自動幫你立了遺囑 他們沒有享受這個 他一定要自己 要立遺囑才行 一不立 就死了 就是 想著遲些 遲些做 遲些做 怎知道 都不夠時間 已經掛了 那你如果跟一個女朋友同居了五十年 都有這個問題 一樣有的 是 在加拿大 他都叫做common law marriage 他一樣可以拿回那個 即你都要香港有這個 是的 但香港現在沒有 兩兄妹住了幾十年都在這兩個 總之 就是 婚姻 就是 由於婚姻的關係 會直接帶給雙方 有某一些權利和義務 我覺得這些都是周邊的 最重要的是 最核心 是不是 不是周邊 假如那個人是很有錢的 一些都不周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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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消化 我們這個節目都 播放了 上網 是的 我們再掌聲 多謝各位 謝謝